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一季美食节目 今天的节目中 我要来教大家如何做馄饨面 这个云吞面是广东人的叫法 但其他的地方的观众朋友都会叫它叫馄饨面 这个馄饨做的好吃其实并不难 主要是在里面这个馅上面要下一些功夫 这个馅如果要和得比较松软 比较嫩的话 整个这个菜就会做的比较好吃一些 那如何做的好吃呢 今天在节目中就来教大家如何烹调 好 我们来看看准备的材料部分有哪些 肉馅 云吞皮 鸡蛋面 蛋清 青菜 盐 以及胡椒粉 首先我们要来和这个馅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馅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把它和得比较好吃一些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放在这个买回来的肉馅里面呢 加入蛋清 加入盐 加入一些生粉 就是太白粉 加入一点点的酱油 以及葱 就是葱末把它剁碎 然后呢要一直搅拌它 一直搅拌它 期间要加两次的水 而且这个水不是一次性一下加很多 就是一次性加一点点 直到把这个肉馅 这个水啊 完全和到这个肉馅里面 让肉吃饱了这个水分之后 再加一次 一共加两次水 让这个肉馅完全吃透了水 这样子肉馅就会比较好吃了 那我们和好这个馅之后呢 把它包到云吞皮里面去 把这个云吞完全煮开 放到旁边去备用 那同时呢 在另一个锅里面我们要煮面 面呢 怎么样煮到好吃 就是要加三次水 叫加三次水 叫点水 就是水煮到开的时候 面在里面 然后我们加一次冷水 让这个水呢平静下来 等它再开的时候再加一次水 这样三次这个面就煮到恰到好处 然后面捞出来也是备用 这时候我们要制作这个汤 这个汤呢 最好是用鸡汤或者是排骨汤 就所谓我们讲的高汤 然后里面再加一些胡椒粉 以及一点点的鸡精 这样子呢 就会比较味道鲜美一些 等汤煮好的时候加上一点点的香油 然后把云吞还有这个面呢 全部都放到这个汤里面去 再下一点点的青菜 稍微煮一下 不要煮过 一下子就好了 就把它捞上来 这就是今天的云吞面 那我们来看看厨师 还有什么样的小提议给我 肉馅呢 要把它兑点水 兑点鸡蛋 强烈让它变成Q嫩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粉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